登登登登,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模范心情二 娜娜给小吴看了一段视频 千公子被郑西珠威胁后 让长毛杀人灭口 崔组长帮忙扇后 而长毛手机里的录音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视频是证据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可惜娜娜却不肯上交 一来视频是非法偷拍的 不会被采纳 二来交出视频 相当于她亲手把千公子送进监狱 虽然这是她的目的 但不能以这种方式达成 不然会烙人话饼 说她为了上位出卖哥哥 对她的口碑不好 那她为什么要给小吴看这个视频呢 目的很简单 让小吴有明确的调查方向 另一边 崔组长对保景交给娜娜的U盘产生好奇 查了下监控 发现保景在电梯上 把内容复制到同事的电脑里了 她找到那名同事 顺利拿到想要的东西 里面有她发给长毛的白袍暗照片 还有太后和美智的对话录音 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去找千公子 她被抓不要紧 但美智绝对不能开口 给钱也好 给孩子也好 务必要让美智闭嘴 没等千公子搞明白怎么回事 朱万祖就闯了进来 以教唆杀害正熙珠的嫌疑 将崔组长逮捕 崔组长知道美智是关键 娜娜自然也知道 她找上美智 又是送温暖 又是送关怀 顺便教美智怎么对付前公子 还保证会把孩子带回来 与此同时 朱万祖对崔组长进行审讯 看着摆在眼前的各种证据 崔组长何不慌乱 因为朱万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她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小吴笑了 之前可能会疑惑 但已经看过娜娜给的视频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给崔组长两个选择 是要教唆杀人罪 还是教唆一切尸体罪 换句话说 就是要一个人被黑光 还是把幕后之人捅出来 这要是搁其他人身上 估计就上道了 可惜崔组长是个经验老道的刑警 这种询问方式她也经常用 她给朱万祖一个建议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到她这为止就行了 剩下的交给法官评判 那边 千公子张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崔组长为什么会被抓 更不明白崔组长被抓前说的那些话 好在崔组长留了一手 托人给千公子带话 她电脑里有一份文件 看完就明白了 那份文件警方也有 千公子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她立刻去找敏智 当着敏智的面跟孩子视频 以此威胁敏智别出庭作证 而以前 敏智只能同意 可经过娜娜的颠簸 她学会反击了 她誓死是活无所谓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孩子不能像她一样吃苦 她不出庭作证可以 但必须把孩子的身份告诉千会长 并承认孩子是千家人 这样就算她不在了 孩子也能衣食无忧 千公子也不傻 这话一听就是娜娜教的 她立刻去找娜娜算账 虽然娜姓千 但不论是会长还是她 从没把娜娜当成家人 既然不是千家人 就别对千家的产业有任何妄想 就算她死了 会长也不会把TJ交给娜娜 这种话娜娜从小听到大 早就免疫了 她现在只关心一件事 怎么再不交出视频的情况下 帮小吴拿到对千公子不利的证据 正好小吴来查监控 想追寻太后和正熙珠的脚步 重新梳理案情 她打了声招呼 让下面的人尽量配合 小吴的方向很明确 只看太后曾看过的内容 很快就确定了两件事 一 TJ被查当天 正熙珠拿着太后的笔记本离开 里面包含两年前 千公子对敏智时报的画面 正熙珠就是用这个威胁千公子 才招来杀身之祸 二 偷拍照片的人 是受千公子之事 老江和小吴又跑去找郑爷爷了解情况 与郑爷爷交代 正熙珠出事前 千公子曾来过店里 说了些侮辱人的话 两人综合所有线索 推断正熙珠掌握了千公子时报的罪证 以及有私生子的事实 对于千公子来说 前会长下台 他随时都有可能接手TJ 而正熙珠掌握了对他不利的证据 他必须堵住正熙珠的嘴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有件事让小吴想不通 太后为什么会死 如果按娜娜所说 他要举报的人是千公子 那就必须承认他和正熙珠的关系 这样才能解释千公子的杀人动机 既然已经做好揭发一切的准备 为什么看到娜娜拿出的照片 会冲动的要自杀呢 娜娜没有做出解释 只是反问了一句 如果太后还活着 千公子早就被举报入狱 他也早就坐上会长的位置 他何必多此一举 解开太后的安全带 让登上会长之位的路变得坎坷呢 小吴仔细一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没在这件事上继续纠缠 但他忽略了一个重点 如果杀害正熙珠的凶手是娜娜 一切就变得合理了 小吴走后 娜娜回想起案发当天的事 正熙珠拿到笔记本的那一刻 他就在监控中看到了 然后立刻给崔族长打电话 就在正熙珠销毁笔记本的前一秒 崔族长及时赶到 让他把笔记本交出来 他当然不肯 销毁是太后的指示 太后比崔族长高一级 他没理由把东西交给崔族长 但没想到娜娜也跟了过来 崔族长不够格 那他够格吧 他不仅比太后高一级 也是太后的妻子 再加上正熙珠和太后有奸情 本身就理亏 所以就把东西交给娜娜了 但他得到的不是娜娜的夸赞 而是侮辱 太后对他如此信任 他却选择了背叛 如果换作是娜娜 不论是谁来都不可能给 哪怕豁出这条命 也要把笔记本销毁 他一时无言以对 娜娜不会把笔记本的事 告诉太后 希望他也有点自知之明 告诉太后已经销毁就行 虽然笔记本到了娜娜手上 但崔族长这个老狐狸 却插了一脚 两年前他跟太后合作 掩盖了千公子施暴的案子 他得确认里面 有没有他的把柄 娜娜刚开始没把他放在眼里 说看完后就销毁 不会让资料外线 但他不同意 万一里面真有他的把柄 不就便宜娜娜了吗 他提出共享资料 一人一份 只要娜娜同意 他以后就是娜娜的左膀右臂 话虽然说得委婉 但却威胁满满 娜娜只能接受提议 不久后 中岸左向媒体透露 正吸住案件已有突破性进展 意思是TJ法务部负责人崔猛教唆杀人 因为牵扯到TJ 舆论瞬间就炸了 有拍手叫好的 有怀疑虚假办案 掩盖真相的 但谩骂的声音也不少 毕竟TJ加大业大 无数人和TJ有业务往来 如果TJ一倒 韩国的经济将一蹶不振 组长更是被老婆训了一顿 TJ旗下的一家小企业 把玻璃清洁工作被包给了妹夫 如果组长继续震的TJ 妹夫怕是要丢了工作 在舆论的压力下 检方也迅速表态 派出车检接受此案 车检屡次升职失败 宁静退休都还是个普通检察官 派他出来的意思很明确 退休后去TJ上班吧 一年随便处理几件案子 就有数十亿的收入 车检也是个明白人 让专案组到此为止 在催促长这里结束 不要继续深入 TJ也很会来事 以最快的速度找上车检 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刚退休就去TJ不太合适 先去国外散散戏 费用TJ全包 一两年后再回来认知 江南一套房 位置随便挑 想送孩子去国外留学的话 学校也是随便选 如果对夫妻生活不满意 也可以帮他找几个小情人 如此诱人的条件 车检肯定不会拒绝 按说他办这种事很简单 上下通气 他只是走个过程而已 可有一关他无法逾越 那就是号称谋犯判刑警的老江 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老江在婚礼上抓到的犯人 就是交给他处理的 那一身狼狈 宁愿被退婚也要抓犯人 甚至还能笑出来的模样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让他去说服这种人的停手 他连个脱口都找不到 那边 前公子找上黄首席 想让他帮个小小的忙 他也听是个人请求 当即回绝 但前公子是有备而来 太后之前找他办事 给了他岳父不少好处 既然是靠TJ谋生的歧验 那生死就是前公子一句话的事 可惜他的威胁对黄首席没用 他的方向是对的 但方法是错的 这也是他和太后的差距 太后知道别人的弱点 会精确扶持 把敌人变成朋友 而他则是精确打击 把朋友变成敌人 不久后 老江和小吴却提交资料 长毛的通话记录里 有前公子使用的黑手机 正惜注意害前两人通过电话 所以前公子有教唆杀人的嫌疑 车检抛出两个问题 一通话内容有没有录音 二能否证明黑手机是前公子的 录音可能是没有 黑手机是在公园找到的 有拍到前公子去公园的画面 但这些都是间接证据 无法证明黑手机属于前公子 两人也知道这情况 只是想以此申请搜查令 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车检很明确的表示 在申请令撞的一瞬间 案子就会由其他检察官接受 虽然两人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但没想到这么严重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走另一条 没有令状就发传票 如果前公子拒绝配合 直接紧急逮捕 只要走到审讯这一步就好办了 把崔组长用过来 挑拨两人的关系 争取让崔组长说出前公子的名字 而此时 前公子正在被会长训话 黄首席是青瓦台首席秘书 手握大权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太后好不容易拉拢过来 却被他狠狠的推开 他心里很不舒服 外人说他不如太后就算了 当爸的竟然也这么说 他不明白太后到底哪点比他强 如果没有TJ的光环 太后啥也不是 前会长真是恨铁不成钢 到现在都认识不到问题所在 如果太后还活着 他会被逼到这种地步吗 现在不是死了一个女人 他有没有罪的问题 而是关于自尊心的问题 不能让TJ因为没有太后而完蛋 前会长送给他一个忠告 不要把娜娜当妹妹看待 这样才有击垮娜娜的基础 前公子四董非都能离开 手下突然打了电话 中案组发传票过来 如果拒绝审讯会被警级逮捕 逃避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必须亲自出面 去肯定是得去 但不能被记者拍到 正吸住案件闹得沸沸扬扬 崔队长被捕已经把TJ牵扯进去 如果他再被拍到进出警局 难免被怀疑是幕后主使 不管是不是事实 TJ的口碑都将一落千丈 为了包衔起见 前公子派人在警局内外巡视 确保没有记者出没 这才大摇大摆的出现 老江和小吴开始下套 崔队长目前是逃不掉了 关键在为他背后还有没有人 前公子对旗下员工 做出这种事深表歉意 小吴话锋一转 问正吸住有没有威胁过他 比如两年前的施暴案件 以及和敏制相关的事情 这一问 把他给问不会了 律师准备帮他结尾 小吴表示 如果律师强行介入 将来在法庭上会很被动 律师只能乖乖闭嘴 前公子犹豫片刻 给了一个很暧昧的答案 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威胁 小吴趁热打铁 是否可以把他的话理解成 正吸住曾要求他做某件事呢 那他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把崔队长办了出来 说向崔队长提过 法务部的员工对他提出奇怪的要求 希望崔队长适当的劝解一下 而崔队长此时就坐在隔壁 正吸住刚遇害的时候 他没想过是崔队长所为 直到确认正吸住的死和白炮案无关 他才联想到崔队长身上 两人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崔队长叫做长矛杀害正吸住的动机 是他让崔队长劝诫一下对方 他开始胡编乱奏 正吸住是个肮脏的女人 曾和崔队长一起睡过 后来又跟太后搞到一起 可能崔队长对此怀恨在心 就把他所谓的劝诫 当成杀人的借口了 就在隔壁的崔队长脸色难看 这时小吴拿出一份新掌握的证据 涉嫌杀害正吸住的长矛 案发当天和女友在一起 车子发生交通事故 行车记录也录下了一些内容 长矛当时在服驾接了通电话 什么 正吸住吗 突然让我做这种事 是不是有点 好吧 我跟崔队长讨论一下 再联络您 很明显是接到杀人的指示 而指示他的人并不是崔队长 没等千公子反应过来 小吴就合上笔记本 付出娜娜给他看的视频里 千公子曾说过的话 杀了正吸住 我会给你子子孙孙都花不完的钱 剩下的事 崔队长会看着办 你长矛只负责杀人 隔壁的崔队长还算淡定 但千公子却开始紧张了 《模范刑警2》第11集到这就结束了 千公子交唆杀人的证据太完美了 虽然太后的死有一点 但挺多怀疑娜娜杀害太后 联想不到娜娜杀害正吸住 毕竟找不到她的动机 千公子八成是要扛下这个罪名 等追查太后的案子时 才会通过蛛丝马迹 发现娜娜隐藏的秘密 崔队长现在是有恃无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最多逼判个交唆一切尸体罪 如果千公子不保她或者出卖她 她随时可以指认千公子叫做杀人 而她和娜娜也有共同的秘密 娜娜这边也会全力帮她 说不定最后她才是受益最大的人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